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从社区内容到影视游戏,再到周边衍生亭以及线下的大型活动,FGO的FIT系列伴随着B站业务多元化的展开,完成了内容和商业的良性循环。FGO的游戏这一环角色的开决,就能贡献B站营收的半壁江山,好通了商业模式之后的B站大有潜力可挖。 2018年3月,B站在纳斯达克上市,成为二次元文化全球第一股,也被称为90后第一股,同为90后阵地的网易游戏。 音乐都有替代品,但是B站在自己的领域里几乎没有竞争者,曾经辉煌的A站已经市区没落,最终卖身快手。 3,B站出圈,YouTube,QQ,年轻用户向来是资本市场最有利的故事元素,95后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金库,而这群人恰巧活跃在B站。 2019年,在B站十周年大会上,陈瑞给出的数据是,2016年,B站90%的用户是25岁以下的人,到了2019年,B站18至35岁的用户占比达78%,按照陈瑞透露的数据,B站每月产出1000首以上的原创音乐, 拥有180万游戏UP主,累计播放量601亿次的2100万游戏视频,420万学习的视频,1827万人的学习群体有人说,中国亚文化的半个天下都被B站包园了,B站用他的过往,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,ACG氛围,二次元文化,涵盖游戏,直播,广告,电商等等年轻人最主流的亚文化。 然而,这块让B站引以为豪的乐土,却也是他现今最大的焦虑,二次元作为一种年轻亚文化,与西提示,摇滚青年,摩登族,朋克近似,纵观这些过往的亚文化,大多逃不掉两种命运,被主流文化消解,或者跃升为主流文化。 B站自然希望自己是后者,早早的布局将自己变成一个综合体。 其实在上市时,B站的定位,就从中国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,ACG氛围社区变成了中国YouTube。 在YouTube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,同样都是UGC平台,B站确实有一定的市场想象力,但前提必须是B站能做好像YouTube的广告业务。 但是想要烂YouTube那样的广告瓷器活,B站如今却并没有像YouTube的金刚钻。 YouTube的广告业务能力,甚至颠覆了美国的视频广告业态,能把广告业务做到今天这个水平。 YouTube的广告能力是建立在强大的技术和销售团队基础之上,是基于对用户和广告主需求的深度理解。 其核心来自于Google赋能下的算力支撑,这种精准的广告投放能力B站并没有,更何况B站根本就没有片头广告。 另外,广告业务需要流量支撑,而B站的入门考题却成了障碍。 2015年,B站的准入制度放松,会员转正的难度大大降低。 2016年5月,认为时机成熟的B站悄悄在新翻锐,从零开始的世界片头添加了时长15秒的商业广告,结果引起了用户的声讨和质疑。 陈瑞只能解释是版权方的要求,在B站未来有可能会倒闭,但绝不会变质的道歉中,B站成为YouTube这条路被堵上了。 关于B站的大未来,还有另一个版本,2003年,还在金山的陈瑞问新浪的人,腾讯能做起来吗? 新浪的人说,当然不行,QQ都是小孩用的。 陈瑞说,我当时觉得好有道理,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,小孩都会长大的,从大家开始用QQ到大家都用QQ只用了三年。 所有的流行产品一开始都是小众产品,B站也在等待着用户成为主流,掌握话语权。 但遗憾的是,B站也成不了腾讯,与QQ微信不同,B站并不具备工具属性,而是社区性质。 如果非要讲腾讯的故事,从亚文化到大众化就成了必然,去二次元,去调性,就成了B站出圈的第一步。 但陈瑞早在2015年就曾公开说过,因为B站是一个基于兴趣的社区,用户之所以聚在这里是因为周围的人和你有相同的兴趣和文化共鸣。 假如这种共鸣消退了,那就不是B站了。 兴趣我们向监制,就是。 对我们的同学会说,我们的同学会在玻璃节中。 这是我们的同学会说的一个玻璃节,。 因为我们的同学会讲的要助力,媒体在将人和平常一行的血缘。